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25号星期日 一个比较让人痛心的一个消息 一个美国的现役军人 在今天下午1点 在美国首府 美国首府华盛顿DC 不是华盛顿州 是华盛顿DC 在美国首府华盛顿DC 他是在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面 他最后自焚了 他自称是美国空军的现役的 空军的服役的军人 穿的也是现役军人的制服 现在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是真实的 当然自焚肯定是真实 他的身份现在还在研究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的身份应该问题也不大 他自焚之后 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他就高喊 他说我将不再参与种族灭绝 然后就喊了弗瑞巴勒斯坦 弗瑞巴勒斯坦就是解放巴勒斯坦 当然有人把它翻成自由巴勒斯坦 弗瑞我觉得在这 翻成自由其实不好 翻成解放 解放巴勒斯坦 我觉得是更贴近他的原意 但反正不太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他认为什么 他的观点就是说 现在美国在资助 在协助巴勒斯坦 在协助以色列人 对巴勒斯坦进行了种族灭绝 他作为一个现役军人的话 他就继续服役 那么就会要 因为现在美国在中东 有的时候就是说 像胡塞什么的 如果反以色列的话 美国等于在动手 在揍他们 在保护以色列 在帮助以色列 他认为他们现在等于算是 种族灭绝的帮凶 他就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他说我将不再参与种族灭绝 他通过自焚 来表达自己这个态度 这种表达方式 是非常惨烈的一种 非常惨烈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现在应该还没有过世 现在得到效应该这样 华盛顿DC特勤局的官员 和华府消防与紧急医疗部门 表示火势已经扑灭 然后这个人员还没有过世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治疗 但是状况相当危急 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 随时有可能就抢救不过来 像这种的话 通常可能也就抢救个十天 半个月都有可能 他最后通常都过强 因为大面积的烧伤之后 最后基本上会引起各种并化症 我想他最后很有可能是挺不过来的 美国特勤局 华盛顿当地的特勤局 因为这种事件 特勤局就惊动了 一般来讲应该是警察去出动了 但他就对一个现役军人 然后又有这种政治诉求 美国特勤局也出动了 当地警方也马上对此次自焚事件展开调查 华人的邮报报道 该男子身着现役美国空军制服 自称是美国空军的现役金人 美国空军发言人斯蒂芬尼克表示 尚未确认该男子的身份 无法核实他现在是否正在空军服役 但是我想这个就没有 最后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确认一下身份就可以 其实这个事件 我想对于很多我们华人 对于中国人来讲 尤其是 你看像我们平常 我们主要面对的 还是在海外的市场 海外的简体 中文的自媒体 或者说媒体的市场里边 在这个市场里边 它是一个特别畸形的一个市场 我们这个市场 是跟一个小景一样 人也不是很多 然后就我们自己的语言 然后我们这个语言 就是说简体中文的圈 人又不怎么看 加在一起 可能就是一两百万人 也就这么个意思了 在这个小的一个小景里面 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 一个奇葩的一个现象 一个什么现象 就在我们这个景里来讲 现在看起来 简体海外的简体的 中文的自媒体市场里边来讲 就看起来好像还是 支持这些的多 是不是 但是这个我就说 我经常说就是中国傻逼多 尤其是中国 就是说在这个圈里的 傻逼比较多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包括今天我看了 有人给我发一个帖子 特别有意思 有一个就是说 原先非常支持郭文贵的 一个郭文贵的一个死忠粉 他和他老婆两个人 都是坚定的郭文贵的支持者 支持者之后 然后这两个人到最后 闹翻了 这个男的醒悟过来了 觉得郭文贵是个骗子 不能再这么下去 但是女的现在死心塌地的 就死活要支持郭文贵 然后两人最后闹得不可开交 然后最后闹到 就是说离婚 以离婚的收场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他老婆了 但是他前妻 然后这男的就今天 就是说又法庭 这两天 有各种郭文贵的文件 我懒得看 有人给我推了几个 我大概起瞅了一眼 我都懒得看 反正就是说 就是说他前妻 因为帮助郭文贵去敛财 郭文贵敛财的时候 郭文贵他有一个小心 就是说这个钱 他不完全是直接进自己账户 他通过别人去导 那么就导致他前妻 有可能连带了 可能要入狱 然后这男的就觉得 对前妻还有一个感情 就给他前妻发了一个短信 跟他说 说你要小心了 你这样下去就不行了 你要赶紧的去投案自首 知道吗 要争取的框架处理 他说你要这样不好的话 你搞不好 你这是要坐牢的 然后他前妻给他回了一个短信 他说如果能够陪着郭文贵 为一个就是说这种 中国人民的这种 解放中国人民的事业 去坐牢的话 我余有荣焉 这是我最大的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荣幸 你懂吗 就是说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中国傻 他这个圈里就是中国傻逼多 他没有办法 这真没辙 这能劝得过来吗 谁也劝不过来了 一点折都没有 就没得劝 你知道吗 你就只能让他去 我没跟你说 就麻园张房到最后了 最后他们要给他判死刑了 知道吗 还有一堆麻园张房的粉丝 去联名 去请愿 去静坐 要求释放麻园张房 就还在 就没有办法 中国就是如下文化圈 可能就到最后 我不知道 他们最后把自己的人生都绑定上去了 就已经走不了了 就没辙了 所以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只是在这个景里边 你看到的 还有很多人在支持郭文贵 有很多人在支持 这个以色列对巴勒斯坦 经种都灭绝 但是实际上 在英文的这个语境下 在英文的这个余震场里边 即使是纽约时报 现在知道纽约时报 他叫什么来着 那个人不也发表一个社评吗 他最后他也承认了一点 就是说 就目前在全球的 以英文 因为全球主要还是英文为主 对不对 你以英文为主的 这种呢 这个圈里边来讲 你包括昨天我们说 有一个小伙伴 他要去欧洲留学 对不对 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德国留学 特别有意思 去德国留学 我说你德国不得去学德语吗 对啊 他学德语 说学德语 我说学德语有什么肉 你看德国就是什么 奔驰 宝马 大众这些 对不对 保日捷他们 如果发了新车的话 搞一个国际媒体的新车发布会 他们就是德国 他们自己的这个CEO上来了 讲什么 讲德语吗 不也讲英语吗 你懂我意思吗 他没有办法吗 对不对 你要搞一个全球发布会的话 肯定都要讲英语的 德国的很多的这些跨国公司的高层 讲的都是英语 所以你跑到德国去学德语 是去干什么去了 我就不明白了 那你去蒙古 去学蒙古语 对 你也真别说 我们还认识一个小伙伴 去蒙古读博士了 都有 那就有 包括怎么着 算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就是说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不对 就是说在这个英文圈里来讲 英文媒体圈 那就是是一个国际主流的媒体圈 在这个媒体圈里边 即使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你那边说大左大白左了吧 对不对 也承认就是以色列 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圈 在媒体圈里边 输了这场舆论战 输掉 当然了 他的意思就是 他把他当场舆论 他不是对错 他只说这场舆论战 以色列输了 也不是说以色列输了 理解就是错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但是他也承认 以色列输了这场舆论战 也就是整个的舆论 现在都在谴责以色列 对加沙进行种族灭绝 美国的现役军人 现在站出来 通过这种这么惨烈的方式 去反对 就是美国协助 以色列对巴勒散进行种族灭绝 我不知道中国呢 中文简体中文圈的这些 我不知道 我说傻逼这个词 你们觉得重吗 我觉得不重吧 我觉得你就像那个 就是说一说 现在如果跟着郭文贵 一起去坐牢 是为了什么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我与有中焉 我非常有荣幸 我说到两个字 傻逼 我这种在身上 重吗 重了吗 好像说你怎么骂人傻逼 那你跟我想个词说说 你他妈是说 应该用什么词去形容他们 你能跟我说说吗 就是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当然了 我也承认一点 就这种新闻的话 由于现在整个这种大的 这个媒体公司 它的后台 实际上都是犹太人支撑的 那这种 你要明白 假如这个事件 如果我举个例子 假如这个事 是一个中国的现役军人 然后在什么 比如说西藏或者新疆 在新疆的某一个 什么中国人民政府的首府 进行了自焚 说我这个不愿意再 协助中国共产党 对这个 这个维吾尔族 进行主动灭绝的话 那这个新闻会干什么 所有的英文媒体 24小时滚动报道 他在这自焚 是有照片 是有视频的 网上有 但是很快就被 都被删光了 就是因为 因为说呢 发这个东西 会引起你的这个不适 说这个消息 会引起老百姓的这种不安 所以我们不应该呢 就是说呢 鼓励这种的暴力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 我们媒体呢 我们不说 我们媒体要有一个立场 知道吗 他妈的 这个要是一个中国军人 在这个新疆的 这个政府门口 要是自焚了 抗议这个共产党 对维吾尔族的 这个你马上 你就 你就不那么说了 你就24小时滚动报道 对不对 当年这个阿拉伯之春 什么莫里花革命的时候 不也是一个 就是那个埃及的 一个什么卖花的 是一个 一个小伙子 也是因为在那个 警察局门口 这个自焚 对不对 那不就是 你西方媒体 反复报道吗 然后之后 煽动整个就起来了 之后 整个阿拉伯之春 就这么煽动起来了 对不对 而且那个时候 他们当地 我们是埃及 什么 他们还在那个 就是说 不让报道这些东西 再压这个新闻 那个时候什么 就是说美国强行的 用什么 什么我记得 什么Facebook 那时候 什么Facebook 推特 都是强行往里面 灌这个消息 然后所有的Facebook 全都是他自焚的 那个现场的 这个视频 当然加了马赛克 对不对 但是然后 在这各种就说 什么政府怎么不公 老百姓怎么 然后嚎叫的 那个声音 去刺激人民 站起来 去反抗政府 那时候 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是什么 这个什么 令人不安的视频 怎么就不把它下架 不把它隐藏起来 不限定年龄 那个时候 你们可是24小时 轮番的往埃及 往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面 去播这个东西 这没有问题 对不对 今天这个东西 你现在说这个新闻 怎么刺激的 不让报 不让播 往下压 然后你说这个人是什么 是被境外势力煽动的 然后什么反华反共的 恨国党 所以他在自焚的 对不对 你们 你们都 你们不跟共产党一样吗 不玩到共产党那一套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现在不也是吗 对 这要是倒过来了呢 这要是 在新疆的解放军自焚的呢 你们还不敌 你们非得在什么 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口 建一个什么李文亮广场 然后述个李文亮雕像 让李文亮雕像 就指着这个中国大使馆 今天天然遣到他们 对不对 这要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 在新疆舍首 自杀了 在那高喊什么 解放维瑞族 解放新疆 你还不敌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口 建一个 我不管这个人们叫什么 你得建一个广场 建一个雕像 弄他自焚的那个雕像 就对着这个中国大使馆 对不对 这要是 你要想想 你有想过吗 假如中国政府呢 你美国一个 驻美国大使馆 如果中国政府在 美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口 建一个广场 就以这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人不叫什么名字 然后就弄他自焚的雕像 然后就对着美国大使馆 你能干吗 你能满意吗 但你中国门口 你不建什么李文亮广场 弄什么李文亮雕像吗 但你说李文亮是为了拯救人类 你们世上病毒 是个反人类的罪行 你现在支持一个种族 对另外一个种族进行种族灭绝 你这不是反人类的罪行吗 这哥们现在自焚 他不是为了防止你们 对一个人类的种族 进行种族灭绝 完全出自一种 国际这种 这算普质价值 这算普质价值 对不对 你奥巴马也在反对 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主动灭绝 对你的什么苏丹萨兰登 你的另外一个特别著名的女演员 对不都出来了吗 对不对 你这么多的 你连好莱坞的这些巨星们都出来了 当然苏丹萨兰登为此丢掉了 她的好莱坞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被辞退了 对不对 这个我也承认 但是你这种迫害是对的吗 他不是在支持一个反人类的暴行吗 他不是在反对一个反人类的暴行吗 这跟李文亮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李文亮你还要 李文亮过世了 如果没过世的话 你诺贝尔何不想能够提名 这个美国空军的士兵吗 你可能吗 你不可能吗 对不对 他指你们干什么都是对的 他们干什么都是错的 反对他们的都是诺贝尔何不想 反对你们的全都是 我不知道 这个人最后很有可能会 特别列为美国国内恐怖分子 跟1月6号去国会那些人一样 列为一个恐怖分子 对不对 如果新疆人在中国 比如在火车站拿刀去砍人了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自由主义的战士 是为了反对中共的暴行 如果新疆人 如果在美国火车站干了同样的事 这就是国内恐怖分子 就是恐怖分子 明白吗 你看在全世界 美国支持所有 除了中国之外 支持所有人去针对这些穆斯林 这些 其实也 维吾尔都北也是穆斯林 支持这些 支持去屠杀 支持屠杀穆斯林 印度屠杀穆斯林 他支持 以色列屠杀穆斯林 他也支持 美国在中中也在屠杀穆斯林 他也支持 只有到了中国的时候 他反对 他支持穆斯林 你发现了吗 合着这个穆斯林 只能去反对共产党 才能夺贝尔和平奖 所以算了 这个新闻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个新闻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 我的新闻能活多长时间 搞不好 一会儿把我这野野给删了 你知道吗 现在整个 现在媒体完全被把控了 你懂吗 所以 我当时我都想 这新闻 我应该换个标题 我可能就不会被删了 我应该说 说什么 中国人民现役解放军战士 在新疆人民政府门口自焚 然后抗议 共产党对维吾尔族 进行主族灭绝 我如果换这个标题的话 我这个马上就 YouTube首页 全体推送 向所有人推送 你知道吗 我现在如果说 是美国先进军人 在这个美国华盛顿 然后自焚抗议 美国协助以色列 这个对巴勒斯坦 种子灭绝 我这视频搞不好 过一会儿叫 黄标 被删除 你知道吗 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倒过来说 我就是英雄 我就得到万民的这个忠户 我就可以什么 订阅也增长 观看也增长 我反过来说 我就被卡本 我就挣不着钱 我就搞不好弄死我 你明白吗 那你现在到底在搞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就是说 上次那德国媒体 我也说 还记得 说德国媒体 说阿桑奇 就是美国的纳瓦尔尼 对不对 纳瓦尔尼被普京弄死了 你们现在不想把阿桑奇 弄死吗 德国媒体 不也说 他说你在反对 独裁专制的 俄罗斯和中国的时候 你要干什么 你自己不能独裁专制 你要高举的是自作主义大旗 你对阿桑奇做的是什么 你对阿桑奇做的事 跟普京对纳瓦尔尼 做有什么区别呢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有新闻自由吗 你都没有 你平时要求别人有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 好吧 那这些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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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